你真是佩服你 哎呀 要不也不知道是啥 刀了 我们的飞也太厉害 你太厉害了 哎呀你别人说了 别人说了嘛 喂 哎呀 哎呀 别哭别哭 你要哭 我就难受了 别哭呀你 有了吧 不说了 不说了我去练习了 不说了不是 我去练习了 我明天要那个考试了 我都没那个什么 没练好呢 好了 你会有问题的 想起你自己啊 嗯 嗯 有了 拜拜吗 拜拜 我妈妈刚开始 不是很理解我 因为现在她在北京 会陪我住 她在这一年 陪伴我的日子里面 她哭过很多次 她一直觉得可能 我是活在 荧幕面前的人 但是她没有想到 其实我每天的日子 都是一样的 练舞 练歌 上课 她觉得 坚持的时间够久了 为什么还要一直 持续做这件事 她不是很理解 她不知道一直坚持 是我这些年 唯一能做的 这么多年都 还没有成功的话 会不会有人说 其实是你不适合 不是大家会说 我不适合 他们都觉得 我很适合 但是他们都觉得 我不幸运 就好像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不对的 我怎么看到自己啊 我觉得 看到自己幸运的 唯一的可能 就是努力 就离开组合这一年 我每天都在唱歌 在跳舞 在写歌 在学钢琴 我就觉得总有一天 会有一个舞台 适合我自己 总有一天会被人看 你真的蛮厉害的哦 不愧是当过女团的人 谢谢老师 恭喜戴燕妮 你获得了A 谢谢 幸运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 戴燕妮 我是之前就认识她的 然后我知道 她在这个圈子里 已经摸爬滚打 大概十年了 但是她的眼神 还是特别地清澈的 她永远都是在专注于 她自己做的那件事情 在这条路上 左右广望向